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你上完卫生间出来之后 早已等候的推销员就开始给你推销产品 当然还有更过分的一种就是在邮箱处贴提示标语 现在好多车友朋友加油都习惯坐在车里等候加油人员来服务 一些加油人员就趁机在邮箱盖下贴销纸条 纸条提示要定期添加燃油添加剂 然后加油人员会建议你添加 爱车如你自然是乐意掏腰包 其实很多车主表示 燃油添加剂加了车子油耗依旧 排气管该黑还得黑 当然这是比较阴险的一种推销方式 很多时候加油站工作人员很热情跑过来 戴个手套摸摸你的排气管 然后说你的排气管黑 积碳严重 让你来一支燃油添加剂 告诉你可以提升动力还可以清洁积碳 但这种东西千万别乱加 商车还有依赖性 这几类加油站的骗术大家都了解了吗 下次遇到不要被骗咯